大家好,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用蛋清做的舒芙蕾 简单好做,依次就能做成功 掰开里面像云朵一样入口气化 首先准备3个鸡蛋,蛋清蛋黄分离 只要蛋清的部分 蛋清中加入15克白砂糖 再滴入几滴柠檬汁,去掉蛋清味 开始小打 先用低速搅打,再转高速打发 大概打3分钟的时间 提起打蛋头呈现鸡尾状 再加入10克淀粉 用打蛋头手动搅拌两下 再开高速继续搅打 直到打发至硬性发泡 用打蛋头挑起呈现块状 像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烤盘铺上烘焙纸 再把打好的蛋白霜放入烤盘中 用抹刀抹平表面 像这样就可以啦 最后再撒上坚果碎 烤箱提前预热,上下火150度烤20分钟 这样我们蛋清版本的舒服雷就做好啦 简单好做,依次就能成功 掰开里面像云朵一样,入口即化 孩子超爱吃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